这是韩国无条兄弟参加最恐怖的一期 导演组安排了无条兄弟去挑战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鬼屋 这个鬼屋叫战利弥宫 是吉尼斯记录史上最长的一间鬼屋 女成员被吓得当场扑摊在地 而这还只是刚开始 导演组安排五个人中两两一子 剩下的一个人独自挑战 让我们来看看谁是哪一个信任 竟然是长颈鹿 不愧是掌握臭手的男人 转盘直接倒退回到了她的名字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第一组进入是小美与大神 刚进去没一会 就被里面的恐怖的气氛吓得撤退到大门口 其他成员已经笑成一片了 成员们挑破说大神这是在拖延时间 无奈大神只能再次试图进入鬼屋 两人才走了不到三米的距离 感觉已经花费他们一大半的体力 小美更是浑身发冷 被大神吐糟是冰块 遇见了第一个鬼时 小美就直接被吓哭了 与此同时 等在外面的三人 听见里面的哭喊反而更紧张 长颈鹿脸上的表情也更加烦躁 因为等会她要一个人面对里面的鬼 这是韩国无条兄弟参加最恐怖的一期 导演组安排了无条兄弟 去挑战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鬼屋 这个鬼屋叫战力迷宫 是吉尼斯记录史上最长的一间鬼屋 女成员被吓得当场哭瘫在地 而这还只是刚开始 轮到 长颈鹿了 刚进去 她就使用她的绝招 想用装病来换取导演组 对她挑战的免除 但导演组早已看出她的心思 完全不吃这一招 庆幸的是长颈鹿进去的时候 还有一个工作人员跟着她 在一个转角 长颈鹿遇到了第一个鬼 吓得飙出了日文 再往前走到了一间手术室 长颈鹿更是硬拉同行的摄影师 这两个人都被吓得不轻 哈哈哈哈 一个胆小鬼组组 此刻就此诞生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 忽然 感觉到后背发凉 没想到 这次扮鬼者 直接从后面突袭 长颈鹿带着把摄影师连忙跑路 结果给摔得狗吃屎 而场外的成员 听到里面的哭喊声 一个个早已经都笑到不行 那边的长颈鹿此刻 大脑晃空 开始胡言乱语 又往前走一段路 两人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此刻长颈鹿也要封掉了 突然 一只断手出现了 她与摄影师看着比之前更吓人的 当即退到了墙角缩着 休息了几分钟后 终于站起来前进了几米 而后面的扮鬼者一直等他们 久久不见他们来 也等不耐烦了 直接上来催促他们 这是韩国无条兄弟 参加最恐怖的一期 导演组安排了无条兄弟 去挑战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鬼屋 这个鬼屋叫战力迷宫 是吉尼斯记录史上最长的一间鬼屋 女成员被吓得当场哭瘫在地 而这还只是刚开始 终于 长颈鹿在里面发现了自己的名牌 但是想拿到名牌那么简单的 背后一双丑陋的手 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两人终于可以寻找出口逃出去了 但是背后有传来一阵阴森女人的声音 长颈鹿吓得跪在地上 拉着摄影师缓慢前行 突然 一阵诡异的警报声 让他这对胆小鬼组合 吓得缩在墙角 原来不是鬼 而是摄影机大哥 这回是白紧张了 终于到了出口 检查完的名牌后 一群等了半小时的鬼 轻潮而出 朝着长颈鹿直奔而来 直接将长颈鹿追出了鬼屋 你有挑战过鬼屋吗 在挑战的过程中 又发生什么样趣事呢 欢迎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